2019年5月27日,我们几名同事终于踏上了从杭州飞往武汉的飞机。 对于此行,我期待已久,因为我们要去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到达武汉后,我们在解放公园会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小伙伴,驱车5个小时到达荆州使手市。 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活动,我们又连夜坐船渡江,终于在当天晚上10点左右到达了目的地,湖北长江天鹅州屯类国家级保护区。 对,也许你已经猜到了我们此行的目的。 第二天上午,湖北天鹅州长江江屯保护基地接牌仪式及智慧巡护科技助力项目在这里正式启动。 我们所在的单位海康威视是这次活动的承办方之一。 海康威视将以公益的方式通过技术手段推动自然保护区内长江江屯及其栖息环境寻查与保护的智慧化管理。 为什么要保护长江江屯?因为它们是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指示物种。 它们在这个星球上已经生活了几十万年。 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这种仅分布在中国长江流域的小家伙们在过去40年不断减少,目前只剩下一千余头。 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金屯类千地保护区,湖北长江天鹅洲屯类国家级保护区的长江江屯数量约80余头。 天鹅洲雇道湿地水流稳定,加上处于非主航道,所人为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少,是长江流域极其少有的,适合江屯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除了江屯,这里同时还生活着800多头麋鹿,它们是江屯的好邻居,生活在孤岛湿地麋鹿国家自然保护区里面。 麋鹿这种世界级珍稀动物,曾一度面临绝迹。 它叫团圆,今年四岁了,是一只雌性麋鹿。 在它还不足一岁的时候,它被当地人发现,那时候它已经严重受伤,濒临死亡。 后来麋鹿作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救了它,抚养至今。 虽然今天,这个区域的江屯和麋鹿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然面临来自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 种群的繁衍和野化危机,保护区寻护工作等严峻的挑战。 我们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江屯、麋鹿等珍稀物种的保护。 今天,智慧巡护科技助力项目的启动只是开始。 接下来,海康威视会将科技创新,应用到江屯等长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当中。